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无尘布的一个对比啊 现在这里是有两款无尘布 这一款是市面上一个普通的一个无尘布 同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的透 然后比较的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款时候 我们上帅的星星的一个无尘布 它的一个整体会厚一点 然后没那么透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韧性 这个是面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无尘布 你们来看一下 拉一下它的韧性 我们现在拉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已经看到边线口跟中间是已经开始掉线了 这里已经完全是变成了一个网状的一个状态了 完全掉线了 然后所有的线边线的条纹 都已经是掉完了 然后我们再拉下去 那就是整个是不会回弹的 然后整一个无尘布是成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三帅的这个无尘布 然后我们再拉 拉的一个过程中呢 它是不会出现一个网状的一个形态的 它是整体 整体的一个布的面积是还在的 然后我们再往后拉 往后拉 对 往后拉 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了 我们再绑回来 然后整一张无尘布的一个样子是基本上是没有变形的 啊 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个普通的韧性是比较差的 然后这个我们三帅的话 这个韧性是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 再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无尘布的一个吸水 吸油污的性性能 我们现在调一杯蓝色的墨水 然后我们用针筒 然后我们滴在无尘布上面 看一下它的一个吸水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 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得到 这一个无尘布的吸水量 跟吸油墨的一个效果是比较 范围会比较小一点 效果比较差一点 然后这一边的一个吸水量会比较大 然后它的一个油墨的一个吸收力也是比较强的 我们现在拿到这一个是 市面上普通的一个无尘布 我们来清洁一下这一边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商帅的一个无尘布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一边的效果 我们清洁完以后 可以看到明显这两边的一个清洁效果 商帅的这个无尘布是优移 市场上普通的一个无尘布的效果 也不敢说明显到本 Book 使用计 Stroh 普通的制作为 老脑